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陈奕迅 大家都对他应该都比较熟悉 在很多中国流行音乐中都占据一席之位 独特的嗓音以及较为实力的唱功 在中国歌坛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方 而他的知名歌曲《丽汝》等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级歌曲 本人也是长期笑容脸上挂 各种搞怪浮夸表情 独居个人特点 被称为下一代中国歌神 图片来源于网络近日 则有媒体爆料陈奕迅 现身香港著名科技大学 被网友说为耍大牌 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呢 有媒体爆料是在节目开始前 在大荧幕播放较为长时间的 个人介绍集成名作 而后进场和主持人交流时 发现学生在玩手机 场面十分尴尬 陈奕迅怒斥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出去 但最新香港科技大学学生 在个人媒体平台发出消息 及视频表示 这并非学生的错 而是另有内情 可以说下图同学的介绍 非常详细 图片来源于 网络此位学生 表示本来预计好七点准时开始 但是九点才到 一进门却一副 不以为然的表情 在陈奕迅 与他们bank的人 用粤语闲聊 因为学校内 有很多内地学生 和本地学生 当有同学表示 能不能用英语 或者中文讲话时 被陈奕迅回击 图片来源于网络之后 陈奕迅再次表示 你不愿意听的话 可以选择出门 之后 引起学生的不满 陈奕迅而后离场 并在后台踹门而出 可以看出此位学生 确实是香港大学学生 并发出视频 图片来源于 网络此次事件 可以说暂时并不知道 那个属于真实内容 不管过程如何 希望粉丝 及网友理智 看待问题 同样也希望陈奕迅 不会因此次事情 而感到生气不舒服 粉丝们也希望陈奕迅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歌声 以及快乐 可能学生 确实有些不对 玩手机看综艺 对于远道而来的陈奕迅而言 有些过于不尊重 歌手每天需要 全国各地的应酬 和安排行程 有些时候的一些言行举止 并非本意 可能在所难免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